好,实际上你直接去点选这个 它会没办法 那你可以把它设计成什么? 汽车、排气管、脚踏车、扭脚的把手 导音旗炫不只是两条 你要四条、要八条、要几条 其实都可以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魔剑队 我是雷西叫傻如 像这样 一个远起一个直辖草 我想要再去做不同的变化 那也是可以啦 比如说,我用前几准面 然后先画一个弧线好了 3.0 比如说这样 假设是这样 假设是这样 我想要在这个轮廓的路径下 去设计一层拉登的物件 它就很类似于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把它设计成什么? 喇叭或者是汽车 有点忘记那个品牌 越野车 它这边其实 它的排气管不是坐在我们一般认知汽车的那个位置上 而是把它装到屋顶上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避免吸水进去到汽车的引擎里面 导致那个引擎爆销吗? 所以这个轮廓的形状 当然是可以设计 这个是比较粗犷 这个是比较细的 比如说现在路径有了嘛,对不对? 这个是我参考用的 我实际上没有用 那我可能在上净准面台后 一个形状 那这个形状可能是正方形 哎,它错了 在哪里吃? 可能是正方形 看看会不会太大 OK,好,差不多 底部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 然后 参考几盒 现加点 产生新的面 在这个面上 再画第二个轮廓 那我用椭圆形盒 那这个椭圆形上面有四个点 其实跟这个橘形 有四个点 也是一致的 只是它的形状 会跑掉 为什么? 因为举形它的点是怎样? 是一二三四 是叉叉重的 那 椭圆形的点是怎样? 是十字形的 所以跟它可能对应不起来 我就会比较建议再额外再加 我先不要标尺寸好了 好,那我想要加 收起来 工具 好,工具 这样装它就会变成正方形 这样装它就会变成正方形 好,再去把它标尺出 好,就完全定义了 离开 好,你就可以去帮它增加叠成达色 好,然后 好,然后 二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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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诶,它是直线耶 我想要让它可以这样弯过来 好,实际上你直接去点选这个 它会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并没有帮它们做贯穿的限制条件 而且呢 这两个草图 其实并没有交错在一起 所以我会建议 导音曲线的草图我们另外再画 前期准备再画一次 比如说我用不规则 我先随便点 随便点 点加上 草图 贯穿 点 加上草图 贯穿 贯穿这个动作很重要 你一定要做 比如说这个我就设定锤子 那这个呢 我也不知道耶 我们自己随便弄一下 假设是这样 好我们再做一次叠成达成达成哦 一個點 兩個點 然後加上導引曲線 有沒有 它就吸過來 那你就可以做出各種各樣的形狀 你也可以做門榜 腳踏車的那個扭腳把手 那草圖1是什麼 是我輔助用的 因為我想要抓那個幅度 而且呢 我的平面1是依賴著草圖 去長出來的一個新的平面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些方式 去幫你的設計變得更多樣化 這個疊層拉伸 它裡面是一個導引曲線 所設計出來的造型入廓 那如果你今天 這是外面會按照它的跑馬 那裡面呢 它會隨便亂跑 所以如果你裡面這邊 也有額外的形狀想要去設計的話 那你就還要再畫第二條的導引曲線 那它其實也不只這樣啦 導引曲線不只是兩條 你要四條 要八條 要幾條 其實都可以 感謝各位的收看 歡迎按讚 訂閱 或分享阿倫的頻道喔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